大家好,我是Eddie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武汉人 在这一次长达两个月之久的疫情期间 我的一些真实体会和感受 那事情的起因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2019年12月29号 搭乘飞机从武汉 也就是我的家乡 飞到香港去转机 然后再飞到美国的纽约 那我总共在美国待的时长 是差不多有一个月 因为我是2月4号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月4号 大概7点半左右降落到了上海的浦东机场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国呢 其实我的一个行程本来是计划在24号 也就是大年30的时候 然后回来 那因为我个人是一个英语老师 然后呢我也不是在培训机构工作 所以我是属于自己教书的一个情况 那我想可能我出门久了的话 那学生没有办法上课 可能就不是非常的好 那我就其实提前计划回来 其实我最初订的票 的确也是在2月3号 也就是2020年的2月3号回到中国 但是我以前订的那一张往返的机票呢 是从这个美国的纽约飞到香港 然后香港再飞武汉 等于说从武汉到美国的一个行程是一模一样的 去成和回成都是一样 那 其实疫情的爆发期呢 我个人个人的一个感受 不是这种代表官方的 那我因为也没有怎么太关注新闻 在疫情爆发的这个初期 我没有太看新闻 那我所感到这个事情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 它成为一个非常热的焦点 然后成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大概应该是在 嗯 19 应该是在20 或者是21号往后数 一直直到这个大年30 这样的一段时间 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家人 也就是我妈妈 她和她的一些朋友呢 之前是1月 也就是2020年的1月12号 她们有从武汉飞往这个巴厘岛 包括还有新加坡去度假嘛 那她们很幸运的是在20号 也就是2020年的1月20号 她们从香港转机回到了 顺利的回到了这个杭州 然后杭州再回到武汉 也就是说她们是在那个疫情 快要封锁机场的那个 最后的一天两天 她们有幸的回到了武汉市 那结果可想而知啊 那我家里的人 也就是我妈妈她肯定是一直 就是被隔离在家嘛 一直自行隔离了 然后相当于说不允许出门 然后再结合现在 已经今天已经是 20年的3月3号了 那武汉的这个情况呢 我不知道是有没有控制住啊 当然听说的话呢 是这个病情的一个case案例有所下降 那但是这个室内的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的一个民生情况 并没有好转 因为据我妈妈每天她跟我 微信联系的时候说 那现在武汉整个还是属于一个封城的状态 那她每天的一个火石怎么去解决呢 都是通过物业的人 然后呢 她去敲每一个住户的家门 然后把买好的菜 通过这个好像是网上一个团购的一个团菜活动吧 然后买好了之后 然后一个一个去敲门 送到这个住户的家 然后住户再戴口罩 把这个菜领进去 然后支付方法嘛 就用微信啊 或者是在线的一个手段 那接着说我妈妈她这个1月20号 也就是20年的1月20号 从这个巴厘岛啊 新加坡就是度假完毕 回到这个香港 然后中转杭州 然后再中转武汉 那她个人是非常平安的 那再说我这一块吧 因为我了解到这个事情的严肃性 大概也是在20 21号左右 那那个时候我本人 其实还是在美国的这个西部洛杉矶 那当时我就在想说完蛋了 我24号订的这一张 回这个从纽约飞香港的票 一定有危险 因为我想说 那个时候已经就有新闻谣传 说香港机场马上就要关闭 根本就不会再有飞往武汉的这个一个航班 所以当时我就很纠结 我就没有回 我就没有回国 我就继续待在了美国 因为我心想着说 OK那我回到了香港 24号回去了香港 那意义所在呢 我的家不在香港 而且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是非地 之前有这种反送中的这样一个游行 然后其实香港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太平的地方 加上我想说当时那个1月20来号左右 香港可能也应该有个把案例吧 这个我不清楚 完全是我自己的一个想象了 但是anyways 无论怎么说 我觉得香港不好不安全 那我就说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继续在美国僵持一个月好了 因为其实我这次去美国玩的行程 我都是待在我朋友家 那在纽约我也是待在朋友家 我就想说我再耗一个耗一周好了 看看这个有没有可能性说 过一周哈 然后情况好转 然后又有回到武汉的航班 结果我是大错特错啊 想的太简单了 这疫情怎么可能有好转呢 就这么严肃严重的一个毛病 那肯定只有加重 所以说导致一周之后我更回不去 而且听到当时的一个传闻是说 从美国始发的航班根本好像在过几天就连中国都不飞了 就是没有任何航班可以飞中国 那我当时就赶紧的在21也就是2020年的1月26还是27号左右吧 我赶紧定了一张20年2月3号的一个从纽约飞往上海浦东机场的票 因为我在手机上去搜的时候是完全搜不到任何直接 也不是说直接了 这是目的地最终destination为武汉的票 我是搜不到的 所以没办法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包括我这次来上海之后 我后来去report 就是把我的消息前两天上报给那个当地的居委居委会的时候呢 他们很奇怪说那你为什么要来上海呢 好那我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很随机 为什么要回到上海不去广州深圳或者其他湖南 离我城市近的一些地方呢 甚至说江西对不对 那这些地方离武汉多近啊 可是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想说我回到上海 因为我之前在上海有工作三年 我15年到17年我是在上海生活以及工作的 那我这边至少可能会认识有朋友 那尽管我回武汉的时候嘛 是18年我就回武汉 就是个人发展自己的职业去了 那好歹我不管怎么说我待了三年 那我心想肯定有个把几个朋友可以帮帮我吧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照应一下 结果出乎所料的就是说 我经过15个小时啊 就是从纽约飞到了上海浦东之后呢 我一下这个飞机啊 在这个等这个行李转盘的时候 我就开始用手机去打电话 我就随机的哈就是拨了我就用大众点评搜嘛 我就随机的拨了两个酒店的电话 那两个酒店的口风都是一致的啊 听到我是武汉人不收 好不收他就给了我两个都是唯一提供给我两个电话 他说OK你可以打这两个酒店的电话 他们大概是收人的好我就赶紧又去打 结果那两家就是所谓的可以收武汉客人的酒店呢 他们也是当时客满了 我相信因为就我这种情况来说肯定不是一个哈 那肯定有别的武汉人在上海 也是就是飞到了上海 从别的国家或是别的地方怎样飞过来 然后也需要去住店嘛 那OK那我回来的比较晚 因为我当时落地的时候是北京时间2月4号的19点半 也就是晚上的7点半 那那个时候已经不算太早了 你该check in的人该去住店的人早就已经住好了 那我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我就赶紧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 我求助 我说我没有办法 因为当时我在求助之前 我有尝试跟海关人员先联系 我把情况噼里啪啦的讲给他听 我说我之前有在网上看到说上海洋谱区 有一个紧张之心是可以 是专门的一个疫情酒店 可以接待这个武汉客人进行隔离的 那我说我就把这个情况程序给他听 他说那他要去问一下他的同事 结果他就走了五分钟 我就在那个机场的那个椅子上坐了一下 等他回来的时候呢 他说他不知道 那可见就是说 这个消息就是假的 这个不是官方所给到的 可能是网上微信上的公众号啦 或者说是一些网站 他自己写的一些东西 那因为我现在有亲自去问嘛 那是海关人员疑问三不知 好他说让我去打一二三四五 也就是好像是上海的一个市民热线哈 我就打了 打了电话之后呢 然后我就把我的情况跟他一讲 然后我说我没有地方住 我酒店也不收我怎么办 然后他说哦他们也不知道 天呐他说他们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什么情况 也是疑问三不知没办法 这个情况下我才去发了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去求助 而且大家猜怎么着 好竟然没有中国朋友能够帮到我 我说我要去赞助嘛 我说要借宿啊 结果是我的一个老外朋友 一个英国人一个British 是我以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我最好的朋友 他因为这几年一直都是在上海发展 在那个类似于英福这样的一个 培训机构当英文外教嘛 那等于说他自己有他的一个apartment 那我就去他租的这个老小区去住了 然后当天七搞八搞的 然后晚上可能就是半夜十二点钟才到他的小区 然后巧的就是呢 因为我当时是拖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如果白天的话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我要想进入任何小区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不属于那个小区的人 那么当时可能我怀疑就是保安睡着了 因为我的眼睛也不敢到处去乱看啊 我违愿自己就是赶紧拖着箱子 悄悄的溜进那个小区 好结果呢真的很幸运啊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那个保安是怎么的 可能睡着了 我那个行李箱轮子声音暗数也蛮大的 但是因为是在晚上十二点还是一点钟吧 凌晨了 所以说我就竟然混进去了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说 我在上海落脚的一个第一晚吧 算是我就是终于找到一个 歇脚之处以及安身之处 那在接下来从二月四号啊 也就是上个月二月四号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呢 我一直都是处在我这个老外 这个外国英国朋友家的 但是呢 我这个朋友虽好 但是由于我本人呢 是一个精神比较衰弱的 我的睡眠不好 如果旁边有人会打憨的话呢 这个我是睡不好觉的 那这些东西我不可能跟我的外国朋友去抱怨 因为这样的话就显得我这个人特别没有良心 对不对 我其实真的是心里很感激他 因为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落脚点的话 我很有可能会流落街头 因为说实话 大家口口声声的说 不歧视武汉人 不歧视武汉人 你说他们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我觉得是假的 如果说他们是不歧视的话 一定会有多多少少的有一种惧怕 或未怕的感觉 哪怕是像我这样一个早早的 就在2019年年底去到美国去游玩 从来没有回过武汉 从来没有回过湖北的人 他们都不分青红皂白的去抗拒 就是解释了也没有用嘛 那再说一下我现在的一个情况 我不是说我在我那个外国朋友家 差不多住了一个月嘛 那今天看一下日历是3月3号 我其实是昨天晚上3月2号 大概在8点钟才check in到这样一家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背景 这是一个儒家酒店 是在上海的一个叫护泰路的 应该也是在静安区的一个 这样一个非常廉价 budget hotel 一个廉价型的一个经济酒店 那住一晚上的话呢 也是165块钱 这个费用的话 是我自己需要自己承担的 上海政府他不管 他不管你是不是被困在这个 这个怎么说 上海的这个武汉人员 就是他不管的 那费用都是自己承担 昨天我是通过报警 我打110 我才能成功住进这一家 虽然这一家酒店 也是所谓的那种 可以一勤接待武汉客人的酒店 但是当我单独跟这个酒店 打电话的时候 他们是不收的 那我说那我要报警 我说因为本身警察 我已经在联系你这个酒店之前 我就跟警察打过电话 是警察告诉我说 你们这一家可以住店 我才过来的 好那没办法他不收嘛 那我说OK 那我就跟警察一起过来 好昨天警察就开着警车嘛 把我的心理想 我人生第一次坐警车 不是犯罪 不过心里还是蛮紧张的 坐在警车上 感觉非常的 这个心里很尴尬 好那到了到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 儒家酒店以后呢 那我check in的一个时间 就是办理入住啊 我也整整花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绝对是不少于一个半小时的 至少只有一个半小时 千辛万苦终于住进来了 而且酒店费用都还是要让我自己去花 我想说我在上海待了这么久 为什么我连武汉都回不了呢 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好 那其实我是本来想在20 也就是2月份的 大概是24还是23号 我就已经耐不住了 我就要回去 因为我想说我是武汉人 为什么不可以回去 那即便它是一个疫情重灾区 又如何 回去到了这个高铁站 我可以打110 我可以报警让警车把我送回去 或者我自己走回去啊 我的口罩就是在美国买的N95 非常的厚 所以说我回去了之后 肯定一定也是乖乖的遵循这个规则 在家里面进行隔离啊 我已经在外面颠沛流离了两个月 从美从这个去美国 我在美国整整待了一个月 那这一个月 虽然虽然说也是住在各个这个朋友的沙发上 但是心情是愉快的 因为是在玩耍 那接下来的上海一个月 到现在3月3号 我没有一天是真正开心的 我的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因为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我还有自己的生意要做 然后呢 寄居篱下这个心情 如果有人有同样的经历的话 也是可以体会的 所以我就打算 打算在2月20来号 就买一个高铁票回去 那大家说 诶那个武汉不是封城的吗 你怎么可以下 因为我舅舅他是在这个 这个武汉站 他是跑车的 他是跑列车的人员 那么他现在是在加布上班 但他有他的同事是在一线 天天不回去的 每天晚上睡觉 就在值班时 所以他有跟我讲 他说他的同事已经亲口告诉他了 每天都会有武汉站放行的人 他不会不让你下车 因为大家都很可怜 像我这种颠沛流离 在外面的武汉人 虽然我不是唯一的一个 但是我想说的话 包括我在内的人 大家其实都很心酸的 因为在外面过得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说再回到这个火车的话题 如果说我能抢的 我能买到这样一个去长沙的票 那我是武汉人 我可以买这种京庭站的票 对不对 我就先买一个完整的票好了 去长沙 那我在武汉站的时候 把我放行不就可以了吗 因为这个 我家里人就有在武汉站上班的嘛 那他们的同事亲口有告诉我 当然可以这样做 我之所以不回去 是不想让我家里人担心 也就是我妈 因为我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了之后呢 他说在高铁上的五个小时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空气也不好 也不知道有谁坐过这个车 那对于我来说 我个人真是无所谓的 我觉得只要我的安全措施做到位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觉得家里人 就是说人不能自私嘛 我还是很尊重我妈妈的意见 我就听了她的话 我就说那好吧 我就再等一段时间 结果没有想到前几天 这个事情呢 又产生了一个变化 我妈给我发了一个word文档 在微信上传给我 这是叫做反汉人员申请表 好像据说呢 是这个上海的一个 是个上海的一个领导 这个我们武汉市的这个市长 还有什么领导不是下台了吗 然后就把武汉 就把这个上海的这样一个领导 给到我们这边来当领导了 那好像意思就是说 要求变得更严格了 不是说我随随便便买一个过路 找黄油买一个过路票 然后就悄悄摸摸的就下来 然后就可以回去 不是哦 现在要填这样一个表 还要当地上海 居委会的一个这个 居委会人员 这个领导跟你戳张 盖张 然后呢 你把这个电子表格 弄好之后 再通过微信 返还给我们这个武汉市 就是武昌区 当地的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姓陈的人 然后他应该是居委会的 然后要发给他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两边审核双向之后 我才可以上列车 我上车了之后 好像据说还要把这个东西 给列车员还是列车长看 然后呢 我还出示我的这样一个健康证明 然后我才能在武汉站下车 然后再看从武汉站 怎么到我家的这段路 再怎么处理 是报110也好 还怎样 反正过程就是十分非常的琐碎 那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的心情就非常的低落 我就更不开心了 因为那意思是什么呢 那我三月份整个月 又要耗在这个地方吗 因为当时我从美国纽约降落到浦东 上海浦东机场的时候 我悄悄的溜进了我这个外国朋友的小区 我是没有做任何登记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心里是非常非常恐惧的 但是我不是从武汉过来的人 我觉得是安全的 只不过说 如果我万一要把我的信息给上报的话 他不会管3721 他是绝对不会让你进入任何小区的 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 我现在能够住到这个儒家酒店 我刚跟大家说 我是来报警来着 对不对 警察才把我护送到这个地方来的 那钱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 昨天白天一整天 我就是在发朋友圈 问我所有的那个能用上的资源 我说上海有没有这种 可以介绍短租的中介公司 或者说你本人有这种朋友 他自己就有房源的 然后可以借我住宿半个月 到一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 因为我自己在外面耗的这个资金 也是非常多了 其实经济的损失不光是我 我知道大家的损失都很惨重 但是我说我是其中一个也没有错 对不对 那我的钱基本上耗的差不多了 我怎么可能再去 像那种正常的租房 压一 还要这个负三 不可能 对不对 我在上海待 毕竟是短暂的 这个疫情总有一天会过去 但虽然说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 好 但是我通过这个资源 就是在微信上找朋友去帮忙 终于找到了一些 有这个 有这个叫什么 小区里面可以去居住的这种房子 有这个房源 但是你进不了小区 我都问了 他们把我的这个武汉身份证的情况 一报给他 那些人都要吓死 就是不管青红皂白的 他不管你是从美国回来了 还是从欧洲回来 他不管你的 他只要听到你是武汉人 他就不让你住 你说说看 这奇怪吧 这不叫歧视 这叫什么 请问一下 这个不叫歧视 不叫discrimination 这个叫什么 what the fuck is this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人口口声声说的 这是我真是觉得个人是很寒心的 我天天在朋友圈 我不是很喜欢在朋友圈 发这个负面消极消息的人 但是不好意思 由于我的这个身份是武汉人 我觉得我这次承受了一些 不该承受的一些 这个东西 我相信我的武汉同胞 有很多都是能够体现的 这个东西 我想说在做的这个 看影片的这些观众 我想说如果你不是武汉人的话 你根本就无法体会这种感觉 所以我请大家不要judge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好像还听到台湾人 不是台湾人 不是每个人 台湾的一些媒体 我是天天用YouTube嘛 那我也是一个YouTuber 经常会看到一些消息 报道什么呢 叫做四个字 叫做武汉肺炎 请问你什么叫做武汉肺炎呢 你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 你觉得让我们这些人听到舒服吗 这个武汉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啊 发生了一个起源点 但它不叫武汉肺炎 你知道去那个华南海鲜市场的人 是我们武汉人吗 武汉跟上海和北京一样 非常非常多的外来人口 尤其是这个湖北省周边的一些 这个其他城市或是县城的人 都会到武汉来寻求发展 因为毕竟我们是省会 所以说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个人 或者是哪个外地人 去了这个华南海鲜市场 吃到这个东西便服务 然后呢导致就是说 武汉成为重灾区 首发地 对不对 你不可以叫这个名字呀 武汉肺炎 这听起来 那我要说台湾肺炎 这个台湾艾滋病 你听到会怎么 你作何感想 对不对 你把这个城市 跟这个病毒直接挂钩在一起 我觉得你说这个话 就证明你们这些台湾人的 这些媒体啊 就是脑子有毛病啊 没想清楚 对不对 我不是说每个人啊 正常人可能都还是会遵循这几个字 叫做新型冠状病毒 或者说新冠病毒 或者说疫情 或者说这个 发生了这样一个病毒性的肺炎 我不管你怎么说 对不对 所以anyways 我举这个例子 只是很随机性的 因为本身我今天录这个视频 我是带着一种比较 难过 悲伤 然后心很累 就是我真的真的很累了 我在外面颠沛流离了这么久 我不说我在美国的日子吧 我在上海 我整整我也待了一个月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是你在外面这样 待这么久 然后你想回家也不能回 你是一个怎么样心态 对不对 当然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要抱怨或怎样 因为现在我已经是 遵循这个居委会的一个要求 他说OK 那你的信息没有上报 他先开始还指责我 他说你为什么不上报 我说我敢上报吗 我说你们这么歧视 歧视武汉人 我说你们嘴巴上不说 你们心里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事实现在就有反应 这个不是你嘴巴上说两句话 就可以去撇清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好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我们就不要说大道理了 后来我就跟他 他以为我是在上海工作的武汉人 大家听清楚啊 如果他一直心里默认为 我是在上海工作的武汉人 那我当然有义务去上报啊 因为我如果在上海的话 我是有小区居住的呀 那我是租了房子 我最终我到哪个国家去玩 我最终我是应该返回上海的嘛 那至少上海的那个 我租的房子 也是我所谓的一个家呀 对不对 就跟我以前在上海工作三年 我肯定会把我自己的家 布置成我想要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是他一直这样误会我的话 难怪他先开始要 就是还质问我说 他说我这样违法 还会对我的真心有问题 I don't fucking care 你想想如果是你 来到上海这样一个地方 大家都歧视你 你觉得你敢去登记吗 你一登记 我连我那个朋友家都去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在机场 我也是问过海关人员 刚刚跟大家讲过 我也打过12345 但是那些人都是一问三不知 我能怎么办 但是别的我就不说了 这个居我会的人 他听到我说 我是在武汉工作的武汉人 我是在这个上海被困住 回不到武汉的武汉人之后 他才说不好意思 他误会了我 后来我们就开始聊正题了 那从3月1号呢 我是联系到居我会了之后 他把我的信息就是登入了嘛 然后我把我该给的信息都给到他了 我也是配合 他说那没办法 他说现在那个一个反汉人员的表 上面要盖那个章 他说我们现在无法证明你是健康的 或者怎么怎么样 OK我也不追究了 因为我是从美国飞回来的 我这个护照上没有一个戳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回国都是通过电子扫码的 但是其实我 如果他愿意让我打电话 让我自己证实我是清白的 我是没有病毒的 我可以去打 我就算是忙活一天 我忙一天我也要给大家证实 我让机场 我让海关那边人给我开单据 说我是从美国回来的 我一个多月我都没有去过武汉 然后作为这样一个理由 把我赶紧送回武汉 但是这样他们也不愿意接受 居委会的人不愿意接受 他非要说 一定说让我隔离14天 OK whatever 不管了 那我就听你的话好了 所以现在我就 来到了这样一个儒家酒店 然后费用是我自己出 我说针对武汉疫情人员 你们可不可以有打折或有优惠 我说政府在这方面一定是应该给予我们支持的 因为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新闻说 如果你是困在武汉的外地人员 政府竟然要给他们补贴3000块钱 而且在极力的帮他们如何能够开高速公路 让他们从武汉返回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地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消息无论真假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我就更加的难过和无奈 为什么 大家一直都是在帮助困在武汉的外地人 那像我们这种困在外地的武汉人呢 有谁来帮我们 所以我真的是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已经很累了 我也不想跟任何人吵架和争执 其实我的脾气真的是非常不好的 没关系 我就在这个酒店再继续待满我的12天 因为我是3月1号 今天3号已经有两天了 我是1号的时候 在那边的居委会有登记过 那现在我就在酒店再待12天 我到时候让他给我盖章 我真的是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赶快的过去 我2003年非典的时候 我才只是一个初一还是初二的学生 我只是一个小孩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17年过后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终于体会到 就是作为 作为这样一个疫情之下的 这样一个 我不说是一个直接受害人 我是个间接受害人 因为我没有病 我没有携带病这个肺炎这样一个病毒 但是我间接的和很多武汉的同胞一样 就是很多干净的武汉同胞一样 都是间接的受害者 因为我们现在 人力财力精力心力都已经快耗尽了 所以我 我赶紧求相关人员帮助一下我们吧 帮助我们这些在外地颠沛流离的武汉人 OK That's it 今天就到这里了